绑定发疯系统后 每发疯一次 我就会进账一百万 老板说要取消节假日 一个月上三十天班 我在办公室发疯 全网爆料 亲戚笑话我大龄未婚 我说其实我是个海后 有五个男朋友 闺女一被劈腿 我直接大闹渣男小三婚礼现场 喜事变闹剧 后来人人见我都绕道走 说我是个疯子 无所谓 姐已经是富婆了 你们给我提鞋都还要排队 连续加班一个月后 我已经在猝死的边缘怀怀 好不容易快放假了 老板忽然在工作群发话 我真的非常讨厌那种 一到放假就进入非工作状态 只顾享受 而不懂享受源头是什么的人 工资是按月给的 不是按22天给的 经公司研究决定 从明天起 公司将正式实行 周末上班工作制度 啥 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然后碰了碰旁边的同事声声 你快看群 我是在做梦吗 天爷呀 我都喝那么多咖啡了 怎么还能睡着啊 我话落 生生退出了AI和PS 点开被他屏蔽的群聊 一看完 他的小脸瞬间皱成了苦瓜 关姐 你没做梦 老板说下个月起 取消放假 每个月上30天半 他疯了吗 离谱 离大谱 做梦都不敢做这么离谱的 巨大的震惊中 我忽然感觉头痛欲裂 紧接着 我就不省人事了 眼前忽然变成白茫茫的一片 天地之间一片混沌 我死了吗 算工伤吗 我正想着 呼得面前的混沌说话了 宿主你好 恭喜你成为今年第一万名 加班猝死的社畜 从此刻起 你将解锁发封系统 每发封一次 奖金人民币一百万 还有这等好事 我兴奋的摩拳擦掌 成交 第二天到公司 人事经理过来跟我说 昨天我早退钱落打卡了 算矿工一天 要扣一天工资 让我签字确认一下 Excuse me 我们公司确实疯了 我们要工商造成了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公司还要扣我钱 系统 我拒绝签字的话 算发疯吗 不算 为何 太小儿科了 影响不够大 好嘞 明白 打卡扣钱 旺交周报扣钱 没穿功夫扣钱 上班吃零食扣钱 总之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垃圾公司做不到的 我凭什么签字 我连续加班一个月 昨天都晕倒打120了 醒来的时候都快晚上9点了 公司也关门了 我怎么来打卡 那我不管 这是公司规矩 规矩 对不起 我不接受 小关 你今天怎么了 影经理一脸活见鬼的看着我 是不是身体还没好 你是老员工了 下来最守规矩的 的确 我来公司六年 一直兢兢业业 干得多 拿得少 本来早就想辞职了 可是因为疫情 收入瑞减 不得已一直苟着 只是没想到 公司越来越过分 想到昨天 老板发在群里的消息 我更是气得发疯 是啊 医生说了 我最近太疲劳了 精神状态不太好 受不得刺激 让我多注意休息 还有 昨天老板说 以后周末不放假对吧 抱歉 我不接受 关莫 这是公司规矩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公司规矩大 还是劳动法大 我们说话的声音太大 一时间 大办公室上百号人 瞬间鸭雀无声 都偷偷地躲在电脑后围观 声声瞠目接舌地看着我 嘴巴大得能塞得下鸡蛋 其他同事 也背着引经理 偷偷给我梳大拇指 上班时间 吵什么吵 还不快去干活 正说着 主角就来了 老板 没什么 一点小事 引经理忙打马虎眼 老板 是这样的 我认为您昨天群里说的话 违反了劳动法 我拒绝接受 我要求中秋国庆 按国家规定 正常休息八天 同事节后依旧爽休 我一番话说完 当公室安静了一根针 都能掉下来 老板气得脸 胀得通红 像一块半生不熟的猪肝 他用力拍了一下旁边的桌子 从零天起 你不用来上班了 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这话正合我意 这破单位 我早就不想干了 老板 您是要开除我吗 我的功龄是六年 开除可以 我要求按照法律标准 赔偿N加1 公司同意的话 咱们签字确认 我马上走 什么N加1 你想都不要想 不可能 那不好意思 我继续回去上班了 说完 我脚步轻快地回到工位上 生生对我表示了担忧 关姐 你这样公司会不会搞你啊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舍不得你走 莫慌 我拍了拍他肩膀 然后打开全部的社交媒体平台 小X书 VX 知乎 抖X 快X 凡是我能想到的地方 我把老板聊天记录全都发了一遍 当然 我贴心地没有给他打马赛克 一天之间 老板火了 他来打工人苦舟八批老板九尾 他很争气地冲上热搜 给网友们提供了宝贵的笑容 底下的热评把我笑出了内伤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任重道远 国家鼓励生育 公司鼓励全年无休 要不把老板睡了 中秋到了 老板不发月饼 改发病了 这是要不如奴隶社会 公司火了 我也火了 于是 在下班前 我被请进了老板办公室 老板的脸比关公还要黑 他敲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桌后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一旁站着人士 行政和财务 每个人都战战兢兢 大气也不敢出 曾几何时 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每天活得像个孙子 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早就把一切准备好了 引经理直接跟我谈条件 小关啊 网上那些是你发的吧 赶紧删了吧 早上是我的错 我没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 昨天不算你矿工了 那中秋国庆放假的是呢 这 他欲言又止的 看向位子里的老板 还有后面不休息的事呢 这两个怎么说 大胆 也许是我实在太嚣张了 碰到了老板的逆临 他再也忍不住了 又狠狠拍了桌子 关墨 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我在这行业混几十年了 你要是离职了 我随便放句话 你就没立足之地了 是吗 哎呀 我好害怕呀 我马上都要有巨款了 还要找工作 小关 我们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见好就收吧 引经理在一旁唱红脸 扯一扯我的衣袖 我的要求很简单 第一 昨天不算我矿工 第二 中秋国庆正常休息 第三 后面正常双休 第四 以后加班正常算加班费 第五 第五条还没说完 几个保安已经冲了进来 把他带出去 马上给他办离职 还有 消除他的指纹 我再也不想看见这个疯子了 疯子 我俩到底谁疯 你不法忙 麻烦多多点书吧 老板下完指令 很快 保安就强行将我拉出了公司 与此同时 人士也把我的包扔了出来 还当着我的面 删掉了我的指纹 不过没关系 马上他们就会后悔了 因为我一天之间 各平台加起来涨粉百万 也是刚刚从近台办公室起 我就偷偷开了直播 这下 全网都能看到 这个周八皮的嘴脸了 身后电梯打开 一群人走过来 围在我身边 你好 是关小姐吗 我们是劳动局的 我们对您在网上反映的事件 非常重视 您方便配合一下我的吗 这天晚上 我接到了无数的电话 有新闻媒体 有管理部门 还有爸妈的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我收到了银行卡 录账五百万的短信 一下子 我蒙着被子乐开了花 官方出马后 事情处理得很快 公司不仅撤销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扣款制度 还赔偿了我N加一的工资 当然 还有我之前的加班费 此外 老板还发表了质 欠声名 许多同事都向我发来了感谢 纷纷问我 接下来准备去哪里高就 事实上 我不打算找工作了 我只想找下一个发疯的机会 很快就到中秋了 每年中秋 家里所有亲戚 都会去在一起吃饭 经验也不例外 我一进包厢大门 就看见进门左手边 做了个陌生男人 默默来了 快坐 沈善一见了我 忙挖着我 坐到那个男人身边 妈妈上下打量我 压低声音皱眉道 我不是说了 让你穿条好看点的裙子 怎么还是穿了裤子 还有 妆也不化 妈 什么情况 这是谁呀 你沈善给你介绍的对象 文言 我再次看向旁边的男人 只见他穿着深蓝色Polo衫 配黑西装裤 头上抹了厚厚的发胶 整齐光滑的往后梳着 单眼皮 阴沟鼻 脱唇 大肚懒 身宽体盘 怎么说呢 虽然以貌取人不好 可是 我感觉我跟这个油腻大叔 似乎差了辈分 默默 这位是张超 你姐夫的远房表哥 你看你今天也三十了 一直没对象 小张呢 前阵子刚离婚 也是单身 我就想啊 趁着今天过节 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小张比你大七岁 有个孩子 不过跟了前妻 她是做生意的 家里开了两个水果店 一年收入四五十万呢 我疯了 我看我婶婶 八成也是疯了 从小到大 什么都要跟我家比较 大到房子 车子 叔叔 跟我爸的工资 小到我和堂姐的学习成绩 工作 她和我妈的衣服包包 总之 凡事都要争个高低 我读书成绩好 大学985 堂姐只考了个大专 婶婶一直不服气 直到堂姐三年前 嫁了个有钱夫二代 住别墅 成了全职太太 自那之后 婶婶一夜之间 扬眉吐气 每次亲戚聚会 动不动就是我女婿 如何如何 这也就罢了 亲戚间总不好撕破脸 可没想到 今天还能这么离谱 有句话说得好 你们家亲戚 给你介绍什么样的对象 就代表你在他们心目中 什么鬼样 我真是气笑了 就要发作 这位张内大叔 已经先开口了 默默是吧 你叫我超哥就好 听阿姨说 你最近刚失业 刚好 我家水果店 正缺个女主人 随着她的靠近 那一口老烟枪的黄牙 着实瞩目 不仅如此 她的身上夹杂着烟味 发酵味 以及浓浓的香水味 我本来打车过来 就有点晕车 此刻一瞬间 都有些想吐 我抢笑道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 我说完 婶婶一下子就不高兴了 怎么就不合适了 你看你这孩子 你现在年纪大了 就不要太挑了 小张除了年纪 比你稍微大点 哪里配不上你了 她说完 其他人也跟着帮抢 叔叔 是啊 你婶婶也是为你好 自从你姐结婚 她就天天在家里操心你的事 姑姑 女孩子迟早要嫁人的 老了也有个照应 我看小张这孩子 还是挺不错的 收入也稳定 就连我爸妈 也跟着他们劝我 你看你都三十了 又没工作 又没结婚 让我们可怎么办呢 你要是像家家一样 结婚那么早 我们早就抱孙子了 现在刚好辞职了 趁着这功夫 赶紧把自己的终身大事 解决了才是要紧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 既然这么想对我送钱 那我就免为亲来收了吧 让婶婶操心了 只是我有男朋友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 把他们叫过来 他们 对 其实我现在有五个男朋友 在发展中 只是他们都太优秀了 我实在不知道挑哪个好 所以比较纠结 今天趁着爸妈 还有各位长辈都在 我把他们都叫过来 刚好你们替我爸爸关 我话落 大家齐齐愣住 张雷大叔脸色铁青 他本来正在喝酒 文言直接放下了杯子 还抹了一把油头 然后一脸不高兴地问婶婶 阿姨 这什么情况 关墨有男朋友了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哪有你这样办事的 哎呀 我不知道啊 之前没听他说过 大哥大嫂 你们知道这是吗 我爸妈琪琪摇头 堂姐关家反应过来 问我 关墨 你开什么玩笑 还有五个男朋友 你不是一直都单身吗 他说完 婶婶也胡一地倒 就是 你是编了吧 这玩笑 开得也太大了 我知道你跟小张 第一次见面比较害羞 可你们都是年轻人嘛 后面熟悉了就好了 来 小张吃菜 看来是没人信了 眼看着他们又开始推杯换盏 我几乎上厕所 溜出了包厢 到了外面没人的地方 我深吸一口气 给闺蜜软宁打电话 在哪呢 公司加班 中秋还加班 不要命了 没办法 钱难挣 使难吃 想到昨天刚到手的一百万 我一下子有点心虚 我跟你说两件事 你不要激动 第一件 我前几天加班猝死了 然后一觉醒来 绑定了发疯系统 每发疯一次 系统奖励我一百万 第二件 我现在需要你送五个帅哥来 担言我的一到五号男朋友 帮我撑场子 他发出了可怕的狂笑声 我的闺蜜终于成为富婆了 这破天的富贵终于要轮到我了吗 交给我 地址发来 一个小时内人到齐 我先去安排 等一下给你发贪个人信息 要演技好 还不火的 我连忙提醒他 我办事 你放心 挂完电话 回到包厢 里面依旧是婶婶在王婆卖瓜 我听得索然无味 继续埋头干饭 吃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吃着吃着 包厢门被推开 虽然已经收到了照片 可是看着眼前的大帅哥本人之后 我还是失了神 知道软宁公司 有一批新人等不出道 但是没想到质量这么好 叔叔阿姨你们好 我叫贾男 默默的男朋友 来人一米八几的大高个 弹量调顺 看起来又乱又醇 这当真是极品啊 就是这名字吧 贾男 贾男友 好在除了我 没人发现这个细节 贾男穿着得体的白衬衣配休闲裤 一进门就笑脸迎人 手里还拿了一堆的东西 之前就想来 可是默默说 我还在考察期 今天出门的比较匆忙 随便买了点东西 你别嫌弃 说着 他打开面前的礼盒 这可不像匆忙之下准备的 高端护肤品 烟 酒 丝巾 钱包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软宁不会是顶尖经纪人 公司的品牌礼盒是真多 默默 你真有男朋友了 神神傻眼了 其他亲戚震惊了 张磊先生黑着脸 趁着没人看他的时候 默默挺了挺胸 只可惜 肚子太大了 缩不进去 是啊 我快步上前 拉着贾男落座 来之前 软宁就把我和五个男朋友 拉了一个群 说是这样演起来 可以更加默契 于是 贾男也清楚我现在的处境 他在我旁边坐下后 看一眼我另一边的张磊先生 故意问 宝 这是你叔叔 说着 不等我答话 他就恭恭敬敬地跟张磊道 叔叔好 嗨嗨 厉害了弟弟 这下 张磊再也坐不住了 他气冲冲地站起来 拿起自己的皮包 连招呼也不打 直接往外走 小张 小张 你听我解释啊 沈沈刚大急了 忙跟着追了出去 门刚打开 外部整整齐齐站着四位帅哥 哦 我剩下的四个男朋友来了 叔叔阿姨好 四个人热情地跟沈沈和张磊打招呼 一下子 我就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 几个帅哥热情如火 沈沈 张磊脸冷得像冰块 不得不说 软宁办事就是靠谱 这五个男朋友 有大有小 有模特 有学霸 有律师 有设计师 还有个富二代 泽泽 一个个都很拿得出手 当然了 礼物更是拿得出手 本来刚刚合适的桌子 一下子拥挤了起来 他们全都围着我坐着 这个给我夹菜 那个给我递水 更有 殷勤的 还给我擦嘴 嗨嗨 动作轻密地 险些让我呛住 众人在震惊中 迟迟无法回神 最后 妈妈先开口了 你们都是我家默默的男朋友 是的 阿姨 沈沈看起来气疯了 直接道 你们就这样 游着他脚踏两条船 不对 是五条船 男友一号假男笑秘密反驳 阿姨 乔宁说的 默默这么优秀 能成为他男朋友的备选 是我们的福气呀 男友二号浓尘硬鹤 就是 男友三号长律师跟着道 只要默默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就把我的律师事务所 股份转让给他 男友四号小奶狗 还是选我吧 我家里有两套房 五辆车 都是留给我未来女朋友的 男友五号 我父母双亡 以后什么都听默默的 凡是默默说了算 这个真是 我有生以来 吃的最精彩的一顿饭 一开始 我还有些不好意思 到了后来 我逐渐如鱼得水 使唤起他们几个 毫不手软 我拍了拍一号男友的胳膊 来 你去帮我招呼我婶婶和姑姑 他们俩呀 平时老关照我了 又叮嘱二号 快点叔叔和姑父敬酒啊 这个酒不好 服务员来给我们上最贵的酒 然后吩咐三号 四号 五号 快给我堂姐抱一会儿娃 让他吃几口菜 还有你俩 好好服务我爸妈 他们满意了 我给你们加分啊 叔叔婶婶 脸色轻了又白 白了又轻 关家到最后看我的目光 全是嫉妒和艳羡 妈妈和姑姑 被几个帅哥围着 轻轻热热叫了一晚上阿姨 开心的合不拢嘴 爸爸和姑父打着酒格 红光满面 吃完饭 几个男朋友主动去结账 为了抢买单 差点要打起来 最后还是我大手一挥 一个个来 这次先假男 下次龙城 咱们排队啊 到了酒店门口 一水的豪车 比关家的宝马 贵好几个档次 这下 婶婶的脸终于绿了 而我也在短短一夜之间 拥有五个男朋友的事 声明远播 所有亲戚无一不知 无一不小 这是过后没两天 我就去阮宁家蹭饭了 他反复看了我银行卡 二百万余额半天 最后感叹 死等好事 怎么没有轮到我 我凉凉的回他 我是猝死得到的 你也想 阮宁沉溺了几分钟 摇摇头 还是不了吧 万一醒不过来呢 反正 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这话说的没毛病 我们从高中到现在 一起埋头学习 一起对抗校园霸凌 一起并肩走过十几年的岁月 他阮宁 就是我义父义母的亲妹妹 我又问他 你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不 阮宁跟他未婚夫叶晨 从大学开始谈恋爱 七年长跑 已经定在了半个月后结婚 这也是为什么 他这段时间那么忙碌的原因 就是为了提前把工作忙完 婚礼结束了 好去度蜜月 挺好的 都是叶晨在操办 基本没让我操心 那就好 其实我一直不怎么喜欢叶晨 总觉得他能力一般 父母也有些失利 但是没办法 阮宁喜欢 而且毕竟他们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吃完饭 我们刚准备找个电影看看 阮宁就接到了叶晨的电话 阮宁本来满脸笑容 可是电话挂了 他却一下子哭了出来 宝 怎么了 叶晨说要跟我分手 婚礼取消 什么 你们可是还有半个月就要结婚了 他说原因了吗 就是说很累 忽然不想结婚了 岂有此理 我们现在去找他 我气得火猫三丈 叶晨电话打不通 我们正准备去他家 大学同学陶云给我发消息了 默默 你看叶晨朋友圈了吗 他不是跟阮宁在一起吗 什么时候分手的 我本以为叶晨只是单方面 发了分手的通知 谁知 等截图发过来 我一下子气得两眼发黑 叶晨那狗东西 竟然半个小时前 发了婚礼邀请的朋友圈 同样的酒店 同样的时间 不同的是 新娘却不是阮宁 而是一个叫夏飘的女人 想了想 我还是把截图给阮宁看了 毕竟他迟早会知道的 想把也瞒不住 他看完也是一愣 震惊之余又难以置信 夏飘 你认识 我记得好像是叶晨带的实习生 看怎么会 还能是什么 叶晨出轨了 他一边跟你谈恋爱 一边脚踏两条船 这天晚上 阮宁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早 我刚瞇了会儿 他就把我咬醒 默默 我想通了 出轨的男人不能要 不过 我也不想让那对渣男见女好过 你不是有系统吗 你帮我想法子 去他们婚礼现场闹一场吧 这个真是 太好了 抱负一个渣男 换尽量一百万 傻子才不敢 很快变到了婚礼这天 我跟阮宁一早就在酒店大厅里 找了个角落的位子 悄悄坐下 这场婚礼的流程 他实在太熟悉了 几点接亲 新娘的房间号 包括几点开始 还有其他细节 他都一清二楚 纵然那对狗男女做了些修改 但是时间仓促 大的地方肯定是不会变的 很快 八点多的时候 新郎和激青团 便出现在了酒店门口 阮妮一下子就气得站了起来 吓得我忙拉住她 忍住 不能跟钱过不去 别坏的大忌 终于劝住了 一直等到十一点 一试就要开始了 我们俩连忙溜进了宴会厅 在女方亲友这边 找了个空桌子落了座 为了怕被人发现 我们特地戴了假发 外加口罩和眼镜 刚坐好 一跑那一就问 你们两个是 哦 我们是夏飘的同事 那你们也认识她老公了 我听说她俩也是同事 谈了两年多了 夏飘她爸妈瞒得真紧 过年的时候 还说女人没对象 让我帮忙留意呢 谁知道她早找好了 我笑了笑 没再说话 在桌子底下 死死按住软宁的手 生怕她冲动下 把桌子掀了 一试开始了 四一说了开场白 新郎先站上舞台 等待着新娘 接着 两个人一起走到了舞台中央 这浪漫的一切 隔夜本来是属于软宁的 到了世词环节 新郎先发言 看着夜诚那副 深情款款的模样 我恶心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亲爱的老婆 认识你两年来 我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开心 你是这世上最可爱 最天真 最善良的女孩 她话说到一半 忽然间 底下的人都看向她背后的大屏幕 一个个议论纷纷 原本 他们身后的两块电子显示屏上 一直滚动播放她们的结婚照 就在她刚刚说话的功夫 照片忽然变了 几个月前 除此之外 还有一段监控视频 视频中 软宁前脚刚出门 后脚下飘就来找夜诚 两个人甚至急不可耐的 在楼道里就开始搂搂抱抱 现场来的人都是新郎和新娘两方的亲友 一下子 就是傻子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夜诚慌了 她急忙喊旁边的工作人员 这是怎么回事 照片错了 快换回来 时机到了 走 我牵着软宁的手 脱了假发 摘掉口罩 大步往舞台中央走 小宁 你怎么来了 夜诚愣住了 底下的人也开始小声议论 这不是照片上的那个吗 我记得 之前新郎的未婚妻就是他 我说呢 怎么说话就话了 原来是出轨呀 出轨也就算了 也不知道低调点 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 但是有些还是传到了台上 小三忍不住了 他气冲冲的掀开了婚纱盖头 走过来站在夜诚身侧 老公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不是我 我没有 经理 快把这个破坏我婚礼的女人赶走 我看谁赶 我直接拦在软宁前面 我笑了 死到临头 还是执迷不误 谁说这是你的婚礼 你有症 巨吗 你有病吧 一旁的小三已经开始骂人了 嘖嘖 看看他这气急带坏的样子 不得不说跟夜诚这个渣男还是挺配的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发票 在他面前挥了挥 我看有病的是你们吧 这场宴席的定睛 是我旁边的这位软女师傅的 合同也是他一个人签的 对了 违怀也是他一个星期前结亲的 所以 你们确定 这是你们的婚礼吗 也是巧吗 这个酒店幕后的老板 刚好是阮宁公司艺人的亲戚 所以当时才会给他们用情价 半个月前一得到消息 我们就赶紧跟酒店方联系 本来他们还有点纠结 觉得这样传出去可能会影响酒店生意 最后我大手一挥 直接帮阮宁把剩下的尾款付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何况我们还是占里的一方 因此 酒店的工作人员早就在我们的安排下 提前将阮宁和夜诚之前的照片放了进去 我这么一闹 两边的父母都是澳台 女方这边看一眼我手中的发票后 开始问南方 亲家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没付钱吗 南方这边也是一脸懵 夜夫问自家儿子 这是不是你在办的吗 我 我不知道啊 酒店经理跟我说钱都付过了 我本来想等婚礼结束了 找个机会把钱退给软宁的 哪知道 自从上次阴刚老板后 我招好粉丝一直不少 刚刚上台前 我就已经开了直播了 粉丝们本以为我只是来吃个喜酒 哪里想到还有这样的热闹可看 一下子直播间爆了 解气 渣男贱女 就该受到报应 见过抠的 没见过抠成这样的 可不能我一个人欣赏啊 我直接让空场小哥给我连接大屏幕 一下子 一句句渣男 小三 不要脸等字幕快速滚动 这还不够 刚刚手机一直被我藏着 现在粉丝们都纷纷想要看渣男长什么样 我这么宠粉的博主 当然要如他们所愿了 于是我将摄像头对准了今天的这个新人 同时还贴心的把他们双方家长也拍了进去 不要脸是吧 我就让你们火 来来来 大家看一下 这位呢 就是我闺蜜刚刚分手半个月的未婚夫 这位呢 是今天的新郎叶先生 和他谈了两年的女朋友 也就是今天的新娘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 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呀 我说完 弹幕再次飘满大屏幕 祝福祝福 渣男贱女 单配 祝他们天长地久 一定要给我锁死啊 随着镜头一直对准叶诚的脸 终于 这个狗男人再也忍不住了 他直接冲过来一巴掌打掉了我的手机 还怒气冲冲的想赶人 关墨 请你马上给我滚 再不滚 我就要报警了 好笑 你报啊 他们该走的是你还是我 场地费和酒席钱是阮宁付的 你问问他 他请你了吗 我话说完 倒是提醒了他们 一旁的伴郎 扯了扯叶诚的一百 努力的劝他 姐夫 还是算了吧 今天是你跟我姐大喜的日子 还是先办正式要紧 先把流程走完吧 司仪也跟着劝 是啊 叶先生 即使马上就快过了 两个人一番劝慰下来 叶诚深吸了一口气 不得不低声下气来跟阮宁陪笑 小宁 这件事是我不对 可我是有苦衷的 你先回去 晚点我去找你解释好吗 解释 还解释什么 这个狗东西 要不要看到自己在说什么 还好 阮宁此刻脑子清醒 不必了 他摇摇头 直接走过去 拿起思议的话筒 不好意思各位 这场婚礼是我出的钱 已经走错地方了 趁你还没上菜 麻烦大家请回吧 这话一出 叶诚直接愣住 下面的人也炸了 今天到底什么意思啊 婚礼还办不办了 新郎和新娘 您倒是给个说法呀 场面越来越精彩了 叶诚和小三 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眼看着喊了几次保安 都没人上来 他不得已 只好亲自动手 叶诚一过来 我直接挡在阮宁面前 并冷声提醒他 这里都是摄像头 想吃饶饭 你碰我一下试试 旁边的伴郎和伴娘 担心事情越来越大 不好收场 连忙跟着阻拦 小小的舞台 很快急满了人 场面越来越乱了 我悄悄拉着阮宁站到台子边上 离这群人远一点 闹着闹着 忽然间 小三捂住肚子 发出痛苦的叫声 紧接着 他雪白的婚纱上 开始出现一抹鲜艳的红 不知道是谁在大声喊 来人啊 不好了 新娘流产了 今天这婚礼 看来是办不成了 叶诚抱着小三往外冲 赶着去医院 两边父母骂骂咧咧的 也忙着跟上 怪不得急着结婚 原来是肚子大了 来吃喜酒的宾客们 不得不甘大的离场 速度之快 似乎生怕占了 这对新人的美丽 离开之前 我特意好心提醒他们 各位 喜酒没吃上 别忘了把礼金要回来呀 咱就是说 一分钱都能给这两家人赚 等到他们都走了 我让酒店将 今天所有的菜全部打包 送去附近的过儿院和敬老院 忙完一切 阮宁有些紧张地问我 是不是闹得太大了 这个善良的傻姑娘 怕什么 是他们自己人推的 监控都有 赖不到我们身上 走 我们找地方喝酒庆祝去 恭喜你及时止损 从此远离渣男 我最亲爱的朋友 前路漫漫 我只希望你快乐和幸福 喝完酒 饭当吃到一半 我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 嘻嘻 又是一百万当手了 我美滋滋地放下手机 而盼想起了系统的夸赞 知道你今天会大闹 没想到你能这么疯 在婚礼上 把新郎和新娘赶走 关莫 你可真是古今第一人 我含笑回应 谢谢 过奖 一个月过去 我含泪怒赚三百万 眼见软明心情不好 一直闷闷不乐 我干脆邀请他休假一段时间 跟我一起出去旅游 既是为了陪他散散心 也为了顺便挣钱 毕竟我之前圈子太小 身边的奇葩就这么多 而去了外面 发疯的机会才多 高铁上 熊孩子一直踢我椅子 不仅如此 他的动画片 声音大的整个车厢 都听得清清楚楚 要是以前 我顶多吐槽几句 可现在我不一样了 我直接站起来 瞪着他凶神恶煞的吓唬 怎么办 我又想杀人了 我看这个小娃娃就不错 要不救他吧 喂 你叫什么 今年几岁 想怎么死 我话落 熊孩子父母在旁边 气得破口大骂 你这疯女人有病吧 敢动我孩子 不想活了是吧 他们一边说 男的还一边弄起袖子 看起来 似乎是想跟我动手 来就来 谁怕谁 我也脱掉外套 假装要开干 早就懂我心意的软银 连忙站起来 把我们拉开 不停跟对方陪笑道歉 不好意思啊 我妹她有精神病 刚刚出院没几天 情绪不是太稳定 您见谅 她话落 对方愣住了 精 精神病 是啊 您看 这是她之前待的医院 诺 视频里劈脱散发发疯的这个 就是她 不愧是我闺蜜 我昨晚随口一说 她素材都准备好了 也不知道 是她公司一人的 还是网上找的 总之 这段视频上的女人脸 都被挡光了 说是我 也没人看出哪里不对 她说完 对方眼齐息鼓了 夫妻俩敢怒不敢言 想发火 又怕把我惹怒 最后无奈地坐下 真倒霉 遇上个疯子 文言 我大力拍了下座椅套店 说谁疯呢 说谁呢 有本事再说一遍 没 没谁 一旁 阮宁捂着嘴笑疯了 到了目的地 我们在古城的小巷子里 遇上两个流氓 两个人跟了一个漂亮的妹妹一路 趁着妹妹买东西的功夫 他们悄悄凑近 假装不小心摸了一下对方的屁股 机会来了 我直接走过去 也摸了一下他俩的 谁 谁摸我 不想活了 哎呀 不好 意思 我看你摸这个妹妹 以为这是朋友间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呢 不好意思 你胡说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摸她了 两个流氓脸上闪过一抹不自在 却死鸭子嘴硬不敢承认 呸 不要脸 凭什么只准自己摸女人 不准女人摸她们 我挑眉 什么时候 我刚刚拍着呢 要给我给你们看看 旅游以来 我跟阮宁一直在精心经营我的账号 为了取材 我们几乎是边走边拍 这两个流氓刚才的动作 自然也被我们拍了下来 我们很快吵了起来 那个漂亮的妹妹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她马上大喊 来人啊 抓流氓啊 救命啊 周围的游客一听 全都一愤填膺地冲了上来 将他们围在了当场 后来警察也来了 我们的视频就是最好的证据 警察叔叔直接将这两人带了回去 就这样 我们边玩边挣钱 很快 账户上余额都突破两千万了 我们不带货 不让网友刷礼物 只需要他们提供素材 同时还把一半收入匿名 捐给一些山村小学和留守儿童 我成为了知名网红 网友们说 我的视频制好了他们的内号 阮宁成为我的金牌经纪人 并且 我从此有一个名字 谢谢你 乳腺侠 你拯救了我的乳腺 全轮完